整面牆大面積崩落 鋼筋裸露扭曲 連電梯都全部變形 住戶無奈涵 這是最不嚴重的 內部狀況真的慘 複翼精華強著後被貼上紅單 但即時第一次評估 沒有危害公共安全 因此不用強拆 只需要補強就能繼續入住 29號管委會召開大會 有八成100多名住戶出席 贊成原地重建 連附近住戶店家都支持 不只是安全上的考量 也擔心房價受到影響 複翼精華回合 馬上拆除 就怕拆除進度卡關 住戶連署成立自救會 花蓮市中和街上的複翼精華 屋齡25年社區內有6棟大樓 最高15層樓 地下2層 腹地走面積5200坪 強震兩柱嚴重受損 結構技師來了6、7組以上 幾乎都認為 這我們複翼精華 應該沒辦法若成補強 一定要拆除 若成補強經費上限450萬 0403後提高到1500萬 目前展開第二次鑑定 若還是評估補強即可 住戶堅持拆除就得自行負擔 大約8000萬元的費用 根本無理支付 而另外也傳出有仲介 趁現在前往花蓮低價收購房地 一平8萬的價格要來收購 那我們之前在0403之前 我們一平大概是15到17萬之間 國土署不斷提醒民眾 不要衝動賣房 因為目前還在重建復原階段 可能會影響自身權益 客戶在尋找物件的時候 其實都會以別墅或是透天的為準 那華夏的話呢 他就是都沒有人問 真的正怕了 但很多房子還能補強 甚至重建補助措施 上路中不要急著脫手 TVR新聞高中研身份花臉 裁縫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